请起路 在台北市长角湾 与远道而来的日本立坡市市长夏野修等人共同揭幕下 2024年士林官邸玉金香展浪漫展开 由14万株近30个品种的玉金香所组成的花海 吸引了包括台北市议员秦桧在内的武术人潮前来拍照赏美景 还有民众特别带着宝贝毛小孩入镜直说好看又好拍 超级漂亮的而且很近很好拍 欢迎大家都来拍 玉金香感觉特别漂亮 因为天气很好玉金香都盛开 所以在开幕的当天就看到开的非常美丽的各种颜色玉金香 所以我觉得今年的花展是值得大家来观赏的 台北市长角湾也在各个展区拍照打卡 沿途受到民众热情欢迎 贾文表示在北市府同仁克服台湾气候环境限制与种植技术 加上日本荷兰等玉金香原产国支持下 整个市林官邸花团景畜美不深收 充满异国浪漫氛围 邀请大家一起来体验开春的花之饗宴 这次我们也邀请在地 我们特别邀请花莲风冰箱 撒不可照老师 是非常知名的技艺艺术老师 规划了一个特别园区 那另一方面我们也谢谢利波市 这一次规划了有一个展示 叫做风神的祈愿 也就是希望日本风神 再给台湾有一切顺利的祝福 玉金香展六大展区 除了大门口呼应元宵节制作的大型玉金香花灯 以及与日本利波市合作的风神的祈愿展区 还有由花莲风冰箱地景艺术家 薩布格兆所创作 以水流为主题的主题园区外 配合农年到来 主办单位还规划一座 由立体花墙组成的围形迷宫 羽龙相遇 希望让好运隆终来 往大门走进来 到露天音乐座前面这个风神的祈愿 这个玉金香是来自日本的玉金香 是比较少见的 那此外也推荐大家到羽龙相遇这个展区 因为其实一入门 大家就可以看到立体的玉金香花墙 此外还有大片的玉金香花 当然也配合龙年 所以您可以在这个展区 找到一只可爱的恐龙 欢迎大家来寻找 在西市庭园世界好运 则集结了各国庆典文化特色 让展区充满浓浓的祈福氛围 这个展区叫世界好运 我们其实集结了五个国家的好运 除了刚刚提到的台湾的祈福 的天灯跟灯笼以外 事实上还有集结了北欧的金尾巴 还有这个西班牙的十二颗葡萄 还有这个荷兰的风车 还有这个就是海神 西班牙海神节的这个象征 事实上就是带给大家一些好运的象征 那祝福大家来赏玉金香 好运都跟着你来 世林国小 耶 小婉恩开心的与世林国小学童合照 这条光之廊道上方挂满了 由世林国小学童绘制的灯笼 配合元宵节 2月24号 2月25号两天 世林官邸首度延长开放到夜间十点 灯笼加上天灯花灯 将闪耀整个世林官邸公园夜空 那今年我们也特别把展期延长到3月3号 另外我们好像24、25号晚上 也会延长开放到十点钟 我们通过灯光的投射 大家来世林官邸跟玉金香 又别有一番风味 今年配合灯节 在对面的西市庭园也有一些天灯跟灯笼 那特别在24号跟25号晚上 有开放到晚上十点 这可是首次独家县 就是特别开放的时间 欢迎大家在元宵佳节 来一起猜灯笼赏花跟赏灯 2024年玉金香展 从即日起一直到3月3号为止 由于今年气候盛家 园区玉金香花开得比预期要好 欢迎国人把握机会 一起来世林官邸 感受梦幻花海所带来的浪漫美景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